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唐欣 校益成为中国首个因涉及虚拟货币挖矿被查处的高官 11月13日,他被当局公告开除党籍和公职 东基维的公告指他,难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这个罪名在习近平当局最近9年的反腐中首次出现 校益在今年5月受到中纪委审查调查时,任中共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是一个省部级高官 中国网络传言称,校益收受林庆星8000余美比特币的贿赂 按照11月9日到16日的周平均比特币市场价66,230美元计算 这些比特币市值约5.3亿美元和33.8亿人民币 这个传言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中纪委在校益的处罚公告中 他说与不法私营企业主航瀉一气,以权谋私,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公开履历显示,校益1962年5月出生在江西,直到被查处前,一直都在江西担任不同官职 他在2015年4月开始担任辅州市委书记,并从2018年1月开始兼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直至2021年3月卸任,或被免职 校益在担任辅州市委书记期间,要打造大数据中心作为政绩 与一名电脑技术奇才林庆兴和虚拟货币挖矿扯上了关系 此事后来成了他落马的起因 所谓虚拟货币挖矿是指电脑运用特定哈希演算法运算 成功制造区块后获得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作为报酬 网络公开信息显示,林庆兴生于1989年 父亲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家庭条件优渥 在2013年虚拟货币还不为很多中国人所知时 他就去美国德州游玩时,买了不少比特币 并在比特币升到2万时出手,为他赚下大笔资金 林庆兴据说有电脑天赋 有跟他熟悉的人,说他没读完初中就辍学了 但在2013年2014年,他24岁 就自称是中国黑客界的传奇人物 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做过什么 中共官媒东方网在2021年3月的文章中称 林庆兴主要擅长地购超算技术 分散资讯服务与集成技术 网格关键技术 网络应用支撑与网格应用 高性能计算等技术 并称他已经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根据中国求职平台只有集信息 创世纪公司林庆兴称 其自主研发的各型硬体伺服器 在运算成本上只有同行的20% 但在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上接近了90% 远高于同业水准 2017年创世纪公司在釜州高新区考察选址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称 林庆兴当时向釜州当局提出两个落户的条件 不但要一次性提供最低1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 他在一个月内搭设好20万伏的双回落用电 釜州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是2017年6月由林庆兴投资40亿元 约6.3亿美元 与总部设在冰岛的全球最大挖矿公司GM合资成立的 并进驻釜州市高新技术区 成为当地大数据产业龙头引擎之一 这之前林庆兴就已经在釜州搭建大型矿场 最多时有十几万台比特币挖矿机 和30多万台以太币矿机 那时他只有20岁 根据中国入门网站新浪网报道 2017年12月9日到11日 校议带领林庆兴等辅州市代表团访问德国 并促成辅州高新技术区与慕尼黑的GM基金会 辅州创世纪公司就建设超算产业中心项目 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书 该协议总投资额不低于16.9亿美元和107.7亿元人民币 首期完成三栋机房建设 安装4.5万台伺服器 二期总建筑面积为30万平方米 安装50万台伺服器 该报道终极后来一些场合提及时 都称GM公司为GM基金会 使该公司听起来更像是投资或信托公司 而且使用GM缩写也引去了原文挖矿的词意 而原文中另一个词 创世纪也用在了中国合作公司的名字上 但在GM公司的英文网站上 明确称自己为最大比特基云挖矿公司 世界领先挖矿用哈希算力提供商 在报道中 效益也并不避讳 它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 给予创世纪公司以官方政策支持 以及希望GM到辅州市投资的愿望 GM公司在2018年4月 赤资5000万美元 在辅州市设立了其中国子公司 辉瑞迪安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这个托管协议 GM公司将在辅州投入十多万台以太币矿机 按当时的价格 约值十几亿人民币约2亿美元 以及6万台蚂蚁S9比特币矿机 这些数字是从后来双方诉讼的法庭文件中披露出来的 打造数码经济是校医在担任辅州市委书记时的 主要政绩目标之一 要建设新的科技开发区 吸引高科技企业落户 在当地打造算力工厂 中共党媒新华社在2020年1月的报道中称 仅凭借其核心技术和较高的性价比 创世纪超算中心成为辅州当地大数据产业龙头之一 落户第一年公司产值增长100倍 66万台运算伺服器全部投产后 年产值可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而校医和辅州高新技术区的支持应该包括土地税金和电费等多方面优惠 但根据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对双方法律纠纷的裁决书 创世纪与GM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创世纪使用GM公司提供的比特币和以太币挖矿设备进行组装并营运挖矿 根据要求向GM公司报送营运数据和费用清单 并接受GM公司支付的费用及奖励 其实中共当局早就出台针对虚拟货币挖矿的清退政策 2018年1月中共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就发布了关于虚拟货币挖矿企业有序退出的通知 其中提到在各地的清查中发现有的企业以大数据产业为包装 享受地方电价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政策 同时当局也担心随着比特币挖矿的发展 在中国多地出现的比特币场外交易OTC 让一些人可以通过虚拟货币交易进行巨额跨境走资 今年9月中共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 把虚拟货币挖矿正式列入淘汰类产业 要进一步清算现存的挖矿企业 并低评该行业高耗能高碳排放 声称其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倡导的 节能减排方针不一致 而在11月12日 当局发出校议受处罚公告的前一天 中共发改委也称 要严厉打击之前几轮的漏网之鱼 其中还特别点名了 国有单位机房涉及的挖矿活动问题 对校议的处罚公告明确称 它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援企业 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 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本来原为大纪元记者李贝综合报道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